各位夥伴大家好 那這個就是這幾天 自己去思考出來一個 未來的方向 但是沒有強迫你們一定要這樣做 沒有強迫你們一定要這樣做 但是你們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這是我自己 就是經營這幾年出來之後的一個心得 就是我覺得 我觀察了非常多 包括我自己的組織跟別人的組織 那我發現其實大家的組織雖然都有成績 但是流失的人數非常非常的多 那他進來了之後 似乎沒有辦法把人留住 然後組織成長的人數就算有成長 可能他在半年之後 他又會變成一個非常小的規模 那我就去思考說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那其實最大的原因 我後來發現就是來自於他的業績 他的業績非常不穩定 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他叫小A 他自己雖然有這個能力付出2000分的錢 他進來了 結果這個小A他現在才24歲 他的朋友其實沒有太多人能夠負擔這個金額 所以呢他就進來之後 他開始找他的朋友 好了 他運氣很好 他也找了人進來 這個人他也付了2000分 所以呢這個 他就有了第一個月他就有了分數 可是第二個月呢可能他身邊周上的朋友 其實大家都沒有這麼多的錢拿得出來 然後呢甚至連1000分的錢都拿不出來 那這個小A跟當初這個小B呢 他就會有業績上面的問題喔 那順利的他就能夠變成主任 不順利的其實他在這個階段他就會沒有信心了 那他可能 在半年之內他可能就會離開 我們這個事業體喔 那我覺得這個是 他不是特例 而且他是常態喔 那就算這個人能夠上主任之後啊 其實他也會因為他的基本盤不夠穩定喔 所以他會有非常多業績上面的壓力喔 所以我現在給大家看的這張圖呢 是要給你看是 我們現在那天因為在下去台東辦活動喔 那我想出來的東西喔 如果啊我們今天把我們開發的方式改變 變成我可能去夜市擺攤 我可能去人度的地方擺攤 或者是我可能去掃街 我把我的傳單做好 把scanner帶出去 或是把我們的膚臉的東西帶出去 然後呢 我一天從早上 例如說如果是要去菜市場的話 我從早上八點一直到中午十二點 我在那邊run四個小時 中午休息兩個小時之後 我再到西門町一樣去做類似的事情 就是發我的傳單 然後請他到頂瓜瓜那邊做scanner的檢測 然後結束之後呢 我可以再到夜市去做這件事情 這樣一整天下來 我覺得我可以有兩張的ARO 在一整天之內 我遇到的人跟他講的這件事情 我可能可以有兩張的ARO 然後呢 這樣子這個人 一整個月下來 如果他都沒有休息 他就會能夠有三千份的基本盤 可是又因為他是ARO的特性喔 他是可累積啊 所以下個月這個人都還沒有做事的時候喔 他就已經有三千分了 所以我剛剛是這樣跟Terry溝通 我說 你看喔 如果你第一個月跟我拼一點 你拼到60張ARO 我們去掃接 掃到60張ARO 你第二個月開始 你就不用做事都兩萬塊了 你覺得這個人活下來的機率高不高 然後他說 蠻高的 而且我看得出來他蠻激動的 就是 感覺很像很有希望 那第二個月呢 就是他如果再做重複的事情 一樣 一天兩張ARO的訂單 進來就好了齁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講過 一個禮拜要700分嘛 我們就把這樣假設 一天兩張ARO 然後呢 就是他就會第二個月變成六千分 然後一個月我們只幫他設定 他只會進一個人 這個人的資格他不限定 他到底是ARO進來 還是什麼 什麼 怎麼樣的金額進來 反正他要做就可以了齁 然後他跟著我們一去掃接 一去開發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月呢 有 一個下限 完成了這個 一個1500分的ARO的訂單 這樣子 他第二個月 一個新科主任賺了錢 第二個月他就是賺50400 那第三個月一樣 我們自己 都做3000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基本盤 已經變成9000分一個月了 如果第四個月開始不做事 我一個月有9000分 欸各位 你一個月有將近萬點的收入 你覺得爽不爽 然後呢 每個人一個月都只會進一個下限 就是喔 不要想說他能進多少了 你就一個就好 也不用多 也不用多 喔 爸爸拿 等一下 喔 只進一個下限就好 所以呢 第三個月喔 我們就有 總共有 整組喔 會有 三個人喔 那 你第三個月你完成9000分 然後有一個下限完全3000分 累積喔 然後 有兩條 是新進的 第三個月新進的 那個新人 他也跟我們一起做到1500分 那 第四個月呢 這個新科主任呢 他 一樣 他如果繼續跟我們一起去打拼 然後累積ARO這樣子 他一個月 四月他有12000分 然後再加上他的這個 小組業績喔 他總共能夠領到這個 16萬0320塊 然後 第五個月 他能夠 總共 自己加上他的下限 一代10%這樣算 他能夠領到26萬 第六個月 他就能夠領到44萬 那為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 因為ARO的特性 他是可累積喔 各位 我們說實在話 連我自己的業績 其實都不是非常的穩定 我的下限的業績 怎麼可能穩定 我都覺得哪有那麼多人 有67200啊 就算有 這件事情 其實他能 能夠被複製的程度 並沒有很高 因為並不是每個人 都有那種破例去談 6萬7千2 去談那麼高的金額 或者是 他的身邊的朋友 都那麼多的那麼錢 他在陌生開發 也要剛剛好 被他陌生開發 那個人有那麼多錢嘛 可是這個 這個需要有一點 經驗的累積啊 什麼的 所以我就乾脆跟他談低金額 我跟他談2000塊 經營這份事業 2000塊可以經營啊 你只要願意跟我做 我帶你去掃街 一樣 我這個月幫你衝出 1500分的基本盤 我們禁的一個人 他如果願意啃動 像 你們都有 曾經啃動的下限 可是呢 他們發現 他們沒有那麼強的能力的時候 他們都未來失去的希望 最後他就不做了 那我們幫助他們 把這個 組織建立起來呢 然後 讓他們的組織圖 等一下喔 那這個就是第六個月的組織圖喔 那 可以看一下喔 我這裡就有講到說 每一個人 他一個月只會進一條線 在他的ARO客戶當中 找出一個願意經營的人 我們以前是在 願不願意經營的人裡面去找到ARO 但是這樣子的量會變得非常的少 那如果我們把方向改變的話 變成在ARO客戶裡面 找到願意經營的人 這樣子我們會擁有真正的信心 因為我們心裡面知道 如果今天我只做五個月 以一個新科LOI來講 我做五個月不幹了 我一個月其實有穩穩的 將近十五萬到二十萬之間的金額 可以領耶 最少最少在六個月之內 他不會有太大的幅度的變動 你覺得這個人在半年之內 他會不會擁有真正的自信 他會有很強的信心去跟別人談耶 那 我個人覺得這非常的重要 所以現在是月底喔 我們 與其去幫下線 沖出一個1500分的LOI喔 不如告訴他 我們現在需要大量的他 讓他去跟他的朋友見面 或者是在電話裡面直接成交 讓我們自己要先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我現在決定要這樣做 我待會呢 會把我所有的名單列出來 我會一通一通一通的跟他們聯絡 我會這樣告訴他 就是 我現在公司有一個特別優惠活動 這在比賽 那這個比賽就是要看誰的ARO訂單比較多 那我會跟他解釋什麼是ARO訂單 然後他可以買什麼 那他是我非常重要的朋友 我希望他健康 也希望他能夠幫我這個忙 能夠簽這張ARO訂單 那我講難聽點 如果我沖出20張就好 我下個月怎麼樣我都有1000分 這個是大家都只買盧配的情況下 那如果有人是買兩個東西呢 或者是他買R平方或頂級盧配呢 這個都另當別論喔 重點是我的基本盤就越來越穩了喔 我不會因為這個月衝出一個LOI 但是這個LOI 下個月到底要不要做我不知道 所以我只變成我這個月業績過了 那我下個月業績在哪裡 我是渺茫的 然後就越出想要輕鬆一下 月中開始行動 月底的時候壓力好大 我什麼時候2000分3000分才可以過 那不如我們趁現在 月底的時候大家都有行動力 讓大家能夠沖出它的基本盤 幫助我們的底心建立完整 ARO建立越多底心就越穩固 底心越穩固我們的自信就越強 自信越強談人就越強 這個是我認為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我會這樣子講是因為 我決定從我自己開始做 只是因為大家都很成熟 也都是領導人的 所以我把這個東西跟你們分享 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就是業績上面的穩定 因為我已經觀察太多了 我不希望我們重蹈覆測下去 然後讓自己一直處於在 收入一直沒有很高的情況下 然後看到某些人 他有特定的表現 但是這些東西其實他都不能被複製 那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把自己的名單列出來 然後用最誠懇的態度 去跟別人溝通ARO 然後幫自己建立非常龐大的底心架構 另外還有一點要補充 就是因為ARO它的特性 它是可以累積 這個時候所有的精英者 包含我們自己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覺過 就是乘幾何時 其實你想要出國去散散心 或者是你想要好好休息一下 可是呢 我的心情其實沒有辦法太放鬆 因為在某個程度上面 其實我是會有罪惡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會擔心我的業績 我會擔心我這樣子做 我休息了三四天 我帶我的老婆出國 我回來我的業績怎麼辦 那我們其實就可以運用ARO的特性 不用等到我們成功才有時間的自由 我們累積第一個月 講難聽言第一個月 第二個月累積出來的ARO的量 就足夠讓我們擁有時間的自由 累積到某個程度之後 我們就會有財富上面的自由 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 照我們剛剛來算 整組其實才19個人 19個人這樣子能夠創造出 以老科主任來講的話 第六個月的收入能夠有30萬 我不曉得你們覺得快還是慢 但是這個30萬它有個意義是什麼 意義是 如果今天我從第六個月開始 我就想要去澳洲或者是法國 像詠勤想要去法國留學幹什麼 旅遊 他一個月最少的收入 都還能夠有20萬 都不會變少 在六個月之內 都不會有變少 就算有也不會有太大的幅度 你覺得這個人心情會不會真的 打從心裡愛上爐心的自由 跟爐心的產品 跟爐心所有帶來的一切 而不用等到它是5百萬美金 百萬美金它才能夠幹嘛幹嘛幹嘛 幹嘛幹嘛幹嘛 所以秘密就是只要把ARO給做好 我們組織就會非常穩定 人也不用說多到什麼程度 才19個人而已 你一個月就擁有30萬的收入 你不覺得這還蠻屌的嗎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就是要 建立基本功的時候 讓我們自己先把我們所有的朋友 夥伴親人談過一次之後 下個月月初我們就 你們如果願意的話 你可以掃街 可以擺攤 可以用很多行銷方式來行銷 我們的ARO裡面公司的商品 如果你們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們台北有想出一些東西 你們也可以問我 那你們可以按照你們自己的方式 依照當地的特性 例如說有圓遊會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去擺攤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有什麼活動啊 這都很棒 那這樣子來建立ARO 其實三個月 我其實不用講多 三個月一個老科主任 一個月有五萬二的收入 然後如果你五萬二的收入 你就不做事 你第四個月 你還是很有錢 你心情會不會真的很輕鬆 我覺得這個會來得比較踏實 組織會來得真正的比較壯大 而不是空有人數 但是沒有實際上的業績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讓我們一起享有時間 跟財富上的自由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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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